违反新冠肺炎标准作业程序罚款提高正式生效 从今天开始 违规的个人最高罚款将从原本的1000令吉提高到最高1万令吉 企业罚款最高可以达到5万令吉 另外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指出 截至昨天 全国基本传染指数稍微上升 从前天的0.86上升到0.88 根据诺西山在个人脸书专业发布的资讯图表 目前全国只有两个州属的基本传染数处于1.0或以上 也就是槟城的1.01以及玻璃市的1.54 针对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最新的进展 诺西山表示 目前已经有22万3923人接种第一剂疫苗 当中 沙拉越的接种者最多达到28194人 紧接着是雪兰娥 吉隆坡以及沙巴